咸来无事的话自己亲手做个辣白菜吃吧 作为配菜的小咸菜带好不过啦 大白菜掰成单个片 放盐清洗干净 准备辣白菜调味料和韩式辣酱 苹果 泥猴桃 梨 西瓜 两片柠檬片去皮 全部切成小块 切好的水果放入白糖用搅拌机打碎 把辣白菜调味料和韩式辣酱混合一下 找一个大的密封盒 白菜片放一片抹一层混合好的辣酱 一直到全部放完 把打好的果泥倒在白菜的最上面 剩下的柠檬切成薄片铺在最上面 盖上盖子放进冰箱冷藏西天以上 柠檬辣白菜腌好啦 想吃的时候取出来两片 切成小块就可以吃啦 完成